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官方媒体相继发表文章 指事件背后有人推波助澜 勾结境外势力 不能让此事成为西方境外势力作为支点来撬动中国的社会秩序 这次家事工人维权事件 起始于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寻求组建工会 家事科技公司原本没有工会 部分受到了不公众待遇的工人 准备组建工会 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但是当地的总工会和公司的管理层 却对筹建工会的员工采取非法吊岗 开除等手段进行报复 当地警方则对抗议的工人殴打和扣押 消息传出后 先后有十多所的大学的数千学生在网上联署 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 更有多所院校的学生组成声援团 直接来到了工厂所在地深圳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学生都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帜 这些青年学生他们公开宣誓 他们坚决拥护社会主义 坚定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声援团的宣言中说到 我们不怕留言 不怕暴露自己 因为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参与到这场斗争 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说出自己的目的 我们此次南下 就是要高举社会主义与依法治国的旗帜 声讨平山黑恶势力的丑恶行径 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 南京大学学生声援团宣言说到 有人怀疑我们有密而不宣的政治目的 有人诋毁我们受境外势力控制 甚至有人污蔑我们意图颠覆国家政权 面对这些恶毒的留言 我们坦荡的说 我们就是要依法声讨平山黑恶势力 就是要维护宪法尊严 维护依法治国的政策 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维护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基本权利 可是残酷的现实 早已无数次的证明过 在中共的残暴统治之下 社会主义宪法尊严 根本就是骗人的幌子 这一次中共当局对学生的粗暴抓捕 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就像北大大学生张胜业所说的那样 这一切都在防暴警察冲入我们驻地的那一刻 化为炮营 也将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旗帜 死得粉碎 中共用行动证明了 在中共的统治之下 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 不仅无法实现民主和自由 也无法保障工人的正当权利 甚至无法保障做人的尊严 外界都注意到 与以往工人维权不同的是 这次工人明确提出要建立工会 要通过组织起来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明显的已经从以往的经济诉求 转为政治诉求 这次家世事件最独特之处 就是由大批的高校学生和毕业生 声援工人 其中还有数十名大学生 亲自前往深圳 这种情况在近30年来并不多见 这实际上是日益严重的社会撕裂 和社会矛盾在高校中的反映 只是在中共的统治之下 任何城里组织的企图 都会遭到中共的严厉镇压 而大学生的介入 可能会导致这些活动向高校蔓延 更是会让中共当局如临大敌 这两点决定了中共当局 一定会对家世工人维权活动 全力镇压 而不会做出丝毫的让步 事件的临界点 或许就出现在8月19日 这一天 声援团代表月新 发表了至中共中央 并习近平的公开信 在这封公开信中 月新明确的说道 声援家世工人 这完全是响应依法治国的号召 为了社会公平正义 为了维护党的名誉 在这封公开信中 月新就已经告诉了外界 黑恶势力指责工人 唱国际歌是反动歌曲 学成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背后是不是有境外势力支持 有没有不可告人的企图呢 对此月新说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一时 就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指责我们学习马克思 是有境外势力指使 这种观点 无异于指责我们的党是境外势力 指责我们党追求公平正义 打击黑恶势力集团的行为 是反动的 那些污蔑我们是境外势力 搞学潮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都是欲加之罪 是有意抹黑声援团 抹黑党的指导思想 前不久 这位月新曾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当时他要求北大公开 涉嫌性秦女生的教授的相关信息 月新这次的上书 无疑将了习近平义军 或者说月新 这是在逼迫习近平和中共党局表态 结果中共党局果然很快就用实际行动 做出了表态 五天后当局在全国采取了统一行动 广东8月24日清晨 大批防暴警察强行破门 至嘉市声援团的临时住所 50名工人及学生被逮捕 其中就包括声援团的核心成员 北京大学毕业生月新 以及多名发起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 嘉市公有声援联名信的同学 同时广东警方还在北京抓捕了声援深圳 加市工人的左派网站的多名编辑和工作人员 据被捕后获释的北大学生张胜业的声明可知 在8月24日这个黑色星期五的早上 全中国各地结果所有关注和支持 深圳建会工人斗争的左翼人士 都受到了各地警方和国保部门不同程度的骚扰 强制传唤 甚至是直接刑事拘留 此前月新曾经接受了德国之声的采访 月新告诉德国之声 不少参与者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希望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月新认为这是充分发挥工有主体性的以法维权 从几位工有自己写的文章看 他们本身也都有左翼思想 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当局抓捕罢工的工人和学生后 从来不报道家事工人维权的中共喉舌 新华社 广明日报 环球时报等媒体突然发表文章 绝口不谈大批高举维护社会主义正义的大学生 对家事工人的支持和声援 绝口不谈这些年轻人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而是众口一词的指责工人勾结境外势力 中共媒体的那些无耻栏言 恰恰正向月薪多天以前所驳斥的那样 新华社指责的那个所谓的境外势力 其实是在香港注册的劳工团体 劳动力 这个机构在8月27日发布声明称 劳动力没有参与组织或资助 加持工人或声援者 中共当局这些抹黑的招数 早早就被这些年轻学生给识破了 这些谣言早早就被青年学生给戳穿了 中共当局居然还在重复这些谎言和谣言 来愚弄国人 中共当局这些丑陋的表演 终于让所有人都知道了 究竟谁是那个黑恶势力 在数十名工人和声援团的青年学生 被警方抓捕后 加持声援团严正声明 自始至终 加持事件均为工友的自发斗争 工友的任何组织和决策 均与打工者中心 劳动力毫无关系 信仰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声援团 自始至终 支持加持工友自发的正义斗争 境外势力之类的抹黑 极其无耻 针对中共喉舌 新华社的构陷和抹黑 加持声援团痛斥 新华社作为国家通信社 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重要宣传舆论机构 却背叛了党 背叛了国家 背叛了人民 这样片面扭曲失实的报道 真是难以相信 出自中国共产党的喉舌 我们将战斗到底 绝不投降 声援团认为 新华社不批评工厂 只抹黑工人的做法 是资方的走狗 一向是颠倒是非 指路为马的胡锡进 这次他也不得不承认 家世工人维权事件 有些出乎意料 他深刻的反映了互联网时代 解决工人维权问题 所面临的复杂局面 胡锡进不敢公开污蔑 那些声援团的学生 而是说他们是一些 与此事毫不相干的人 这是公然对学生和民众 社会责任感的侵略 在当今的中国 在流水县上打工的 最底层的工人 就有大量的大学毕业生 就如同月新所说的 今天的学生 也是明天的劳动者 学生与劳动者的命运 是紧密相连的 尤其滑稽的是 中国的媒体一面在宣传 他们的领袖毛泽东 刘少奇李第三 在当年是如何煽动 和组织工人罢工的 同时又指责什么 别人煽动和组织工人罢工 引进什么西方的元素 我们知道 独立工会早在中共统治 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甚至可以说 这种组织形式 恰恰是由中共 引进中国的 然而 今天 独立工会 却成了中共恐惧的西方因素 实际上 当今中国的制度 完全是权贵资本主义 中共当局早已堕落成 最大的资本家 中共当局早已陷入 他自相矛盾的困境当中 他们的理论 已经无法解释 他们的行动 他们的旗帜 和他们的路线 早已经公开分离 人人都知道 他们挂羊头 卖狗肉 实际上 中共当局 根本不敢直面 中国工人和资方的矛盾 中共控制下的各级工会 在维护工人的利益上 完全是等同虚设 那些工会 不过是中共 控制工人的一个工具 从安原煤矿开始 中共的工具 实际上 就是在利用和欺骗工人 毛泽东时代 没有资本家 当然 独立工会也不存在 而邓小平时代 以及后邓小平时代 有资本家 但独立的工会 依然不能存在 在当今的中国 工人阶级 特别是那些 在血汗工厂工作的工人 已经成为 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中共宪法上的 所谓工人阶级 是领导阶级的说法 早就成为了一个笑话 文革期间 被中共正式处决的 反革命当中 很多人 就是因为认真钻研 马列经典著作而丧命 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先行者 他们起来批判当时的黑暗政治时 他们能够选择的武器 只有共产主义的经典 但这丝毫不能削弱 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勇敢和智慧的形象 同样对于今天被封闭和被欺骗的民众 甚至是名校的大学生来说 他们今天选择毛泽东的某些说法 来帮助社会底层的工人 我对他们的虔诚和政治 也同样充满了理解和尊重 就今天的现实而言 无论是什么理论 什么思想 只要能帮助改善工人的工作和生存环境 在当今的中国都有意义 无论是策略 还是他们真正的信仰 只要是为受压迫的工人争取权益 他们就应该得到支持 只要是真诚的追求自由和平等 真诚的为底层的民众着想 他们的理想和努力就值得尊敬 网络时代的大学生 他们获得信息的能力和环境 已经和文革时期大不相同 在这个时代 相信他们能够了解课堂以外的知识 知道世界的大事 这一次 声援工人的青年学生 一再宣称他们信仰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这其中可能有多种因素 或许他们真的信仰 或许只是一种策略 事实上 这些青年学生支持建立独立的工会 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难怪胡锡进叫喊 一些人鼓动应当搞西方事的所谓独立工会 那是试图把西方体制中的 一个元素强行植入到中国体制中来 十多年前就已经传出 国际歌已经成了禁歌 尽管国际歌在中国早已经被阉割过 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 还是有几句话 让权贵资本主义的中共极不舒服 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 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罪客恨那些毒蛇猛兽 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 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国际歌已经成为中共的噩梦 这一次 面对中共警察的抓捕 学生和工人再次齐声高唱国际歌 学生和工人们唱的真诚和坦然 这是对中共当局的强烈挑战 这些坚决捍卫社会主义 坚定工人阶级立场 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年轻人 在社会主义中国 被官媒污蔑为境外势力蛊惑 被国家机器暴力镇压 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讽刺性的画面 中共当局的这次抓捕 不仅对年轻学生和工人 是一个教育 更是对所有还相信中共的 中国人的一次教育 好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